大家好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学编程以后发生了几点改变 那首先对我的影响是在工作上面 那我的工作有时候需要测试一些硬件设备 那这个硬件设备有像这样的一个条码 那我拿条码枪扫过这个条码以后呢 这个条码就会在这个A列 那同时我要这个条码里面包含一些终端的一些特定信息 那比如说我要得到这些特定信息的话 那如果我没有学编程的话 那我最开始的做法是采取这个数据 有一个叫分裂对吧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固定宽度 我们选固定多少个宽度 然后分裂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需要分两次嘛 你才如果这个数据在中间的话 你需要这边分一次 这边分一次 你分裂两次 然后把这个数据给拿到 那学了编程以后呢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函数可以实现的 那我就搜索了一下 那就让我找到了这个MID MID函数 这个MID函数呢 用起来也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在输入函数嘛 函数名 然后括号 括号里面传入参数 那以前我没有学编程 我对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用 是很疑惑的 所以我也不怎么用函数 那用的函数最多的可能也就是 relookup这些 它帮我能够帮我找到我想要的数据 那随着我学编程以后呢 我使用在excel中使用这个函数的这个数量 是每天都在增加 不是说每天增加 每个月都在增加 反正一直在增加 因为我觉得这个函数很方便 那我用这个MID 这里说等号MID 然后呢 A一栏 然后从第六个字符开始计算 然后回传给我回传六个字符 然后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符 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想要的这个信息 从这个一串字符中给达到了 那这是个就是日期啊 这是个日期 那如果我们要拿到六月份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有MID 然后CE 然后从第五个字符开始起 然后回传两个字符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六月份 那如果是我们想得到这个D 我们想得到这个D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个Write 是吧 因为我们从右边手 然后传两个字符回来 比如说这边是 5月31 那我改以后这边有想要的信息也同步变更的这个很方便很灵活啊 这是第一点 在我的工作当中 学编程已经给我带来了一些效率上的提升 第二点呢是 就是家庭方面了 那也就是说子女教育这一块 那我接近四十岁 那我的小孩子也十多岁了 他们也是需要家长来陪伴他们的学习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教材啊 它沿用了几十年了 我以前上学也就是用这样的教材 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教学形式 其实我是不认合的 因为几十年如意识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更新 那我觉得这个教育是跟社会是脱节的 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孩子去用一些现代的这种素材 然后去学习一些东西 那这里呢 我给他找了一本书 叫什么呢 叫 用Python 学数学 这个看过我节目的人都应该知道 我学了两门语言 一门是C++ 一门是Python 那我觉得刚好这个数学这个东西是很抽象的 那你想要把数学学好 一些优质的工具肯定是少不了 那我那最近我学了编程 那我这边 我看到有这样一本书 我就买回来了 这本书确实不错 因为编程本身 编程本身 它是其实蛮枯燥的 如果在初期阶段的话 有些东西就是一些在黑屏幕上输出一些东西 是吧 生成一些图表这些 大不了就这样了 你很难做一些动态的东西 或者说这个动态的东西 不是很强烈 让人感觉不到 那这个用Python 学数学就很好 这个书我们看了也就五张吧 十页的范围 然后呢 他就会讲到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让我们引入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些有意思的数学的学习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些有意思的数学的学习 那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他就是在画不停的画正方形嘛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圆吗 在这里啊 就是说我这边会画七少课 有一个七少课的循环 这个七少课的循环 你们要画 变成为150的这么一个正方形 然后呢 每一次以后呢 他要旋转五度 就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 用这个 Python来学数学 或者说用这个数学这个 这个 这个形象的这种状态 然后来学编程 我觉得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 也蛮有用的 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里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Advilo呢 它是一个 叫硬件编程 或者是也叫 就是软硬件编程都有了 有一些硬件的东西在里面 那我这个东西我也买回来了 然后也带家里的小孩子去玩了 那他们倒是 也不是说有多感兴趣吗 因为孩子很小 他对这些电子的东西可能是无感的 他对刚才那个用那个Python学数学还是蛮感兴趣的 那我们用这个东西呢 也搭了一个简单的小电路 然后呢 来写一个简单的小程序 来 把这个 把这个LED灯点亮 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次呢 我们 用这个套件 然后把一个 就是小风扇 让它启动转了 一会正转 一会反转 一会正转 一会反转 就是这样 随着 时间的持续吧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更复杂的一些小实验小活动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你只要把东西买回来 你买原版的话要200多块钱 买这种就是 果然仿制的 要便宜的多 100多块钱 然后就能买的到 买回来以后呢 你这边下载一个软件 是吧 然后 连上 然后选一下这个 驱动版 你就可以完了 因为编程吧 你还是要有一个 互动的这么一个东西在 是吧 才能让 他对这个东西有热情 然后能够持续的学下去 你接触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你到大学 你去 你去学这个 利率核心开发 或者是签数开发 或者是做一些驱动 或者是一些机器人的一些小项目 那这个东西都是通的 对这方面 对你以后就业都是有帮助的 不是说一点用处没有了 因为我就在想嘛 我通过自学 我学点东西 帮孩子打开眼界以后呢 等于是也是挣钱了嘛 是不是 如果我要花钱 让孩子去上这种班的话 那一节课就是两百块钱啊 是不是 咱虽然说挣的不多 但是呢 可以去省很多钱 然后也帮孩子打开了眼界 那这里有一个 Audillo的简单的说明 by connecting various input and output devices most importantly though it has a USB port 对我说耳朵的简单 就有点乱说的是 那些东西的简单 我们就说是要拉着 那些东西它有点 这个问题 能不能我们接着